台湾的高山有很多世界级的壮丽美景 可是很多人不知道 登山客可以顺利安全登顶 都是因为有一群被称为 挑夫或者是卑躬的高山写作员 他们没有劳健保 工作在最高的台湾群山 也有最高的劳动风险 中正大学传播系一群大肆的学生 花了九个多月的时间跟着他们上山 拍摄纪录片《悲行山林》 让我们认真看看这群 可以说是背着大家爬群山的高山写作员 森林秘境 云铺落日 台湾的山林美景令人向往 一波一波的登山客都想登顶看见台湾 但却很少有人注意 在登山队伍后头的那位高山写作员 小心喔 吃都会晃 在哪里呢 在那个 在这一个 吃都会晃喔 小心喔 一开始就是15公斤啦 不要一下子太重 慢慢训练慢慢训练 看你背部能不能到30公斤 你做的工作 每个人都几乎都要背到30公斤 你看一般客人10公斤了不起 对啊 顶多15公斤 可是我们是一辈啊 多一辈的重量 甚至不只人训练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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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农族的辛普森和准准 在嘉义山区担任高山写作员 大多时候他们被称为挑夫或卑躬 背着至少30公斤的登山物资 随对当向导做介绍 记录他们工作的摄影师 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大四学生 卢维宇 其实很多人把他们的工作视为理所当然了 说我付了钱那你就要帮我背负到这么重的重量 那我背不动了那我再付钱给你 那你应该也要帮我背 那很多人在这些很漂亮的环境之下 其实他们很忽略他们的工作权 就是第一天这个天池 因为太多它掉的地方了 所以危险性也是也 它是距离比较长 然后我们这种工作 讲真的 客人不会注重我们的安全 对啊 他们工作的地方很高 风险也很高 因为大二一次登山行程 半途撤退 卢维宇认识了 驻扎在山屋的高山写作员 开始计划拍摄纪录片替他们的工作发声 团队耗事九个月深入了解 这一行拍摄超过27个小时的影像 浓缩成30分钟的纪录片 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在我们片子里面呈现的就是很壮阔的风景 转移圈就看到我们在玉山山林就看得到宜兰 就看得到屏东 就看得到台东 看得到高雄 全部都看得到 这是在最美丽的风景下有最沉重的重量 来凸显出这个很奇怪的现象 灯顶很帅很拉风 但其实没有挑夫 有很多登山客是上不了高山的 这群大四的学生希望透过镜头 让更多人正视这一群登山客的守护者 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很喜欢带我们后辈 然后继续登山 爱山 爬山这样子 可是我是希望说我们不要只是在当卑躬 不要只是在煮饭给人家这样子 我是希望说也能带队 然后把一些喜欢爬山的人 带他们去山上去认识这些东西 去认识大自然